梅谦总的夫人真与她和离了 和离好啊 好气魄 那梅谦总呢 每日以泪洗面 假的很 那可不 去青楼以泪洗面了 没想到她竟是这样的人 去青楼以泪洗面 牛 写京城里的事情啊 好着好着还能有后续 她则继续去京城里逛 今日小巴休暮 她便带了小巴一起 八哥哥 这样子逛是不是够好玩 嗯 我还是第一次在京城里骑马呢 还是和妹妹一起 最喜欢妹妹了 哥 我也坐在你后面 我就不配送你马的嘛哥 可惜了 我还太小了 不能这样陪妹妹玩 八哥哥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其实并不喜欢这样的玩法 这样啊 那我不学了 妹妹不喜欢 就不学了 玉池西带着她去吃了很多好吃的 自然坐下吃东西的时候 她问起 八哥哥 给你那个兔子你收到了吗 接近你学业紧张 我就没过去了 收到了 冬儿姐姐给我的 我给他们搭了一个小窝 给他们养的肥肥胖胖的 不行 那可是送给小巴的 怎么能想着吃掉呢 他们后面的桌子 来了两个侍卫 哎呀 真的是 主子竟然我们去找治疗脚臭的法子 这上哪儿去找啊 可不是嘛 但是 我主子院子里的丫鬟说 主子脚臭 被夫人好一通嫌弃 夫人可说了 若是主子这脚臭不能治好 就不允许她上床了 我上次看到主子出来 就一直按摩肩膀 我估摸着呀 是打了一夜地铺呢 这么严重吗 那不就是脚臭吗 洗洗就好了呀 咱们夫人对气味特别敏感 闻不得一点 好家伙好家伙 还有这等好消息让我听到呢 就是不知道他们的主子是谁 哎呀 你是不知道 我上次还听院子里的丫鬟说 夫人一气之下还说 若是主子治不好 她就要合理重新找个人 这么严重呀 那看来我们责任很大呀 你知道哪里有神医吗 我若是知道 哪里还用得上叫上你来一起找啊 我就不会给主子推荐你来一起找了 原来是你背刺我 怎么能说背刺你呢 你整日待在府上不无聊吗 我这不是找机会让你出来偷偷气吗 那我还要感谢你了 兄弟一场不必这般客气 两位大人 不知你们是哪个府上的 我认识一个神医 千许可以介绍给你们 你认识神医 真的 真的 还是御医呢 御医 那肯定不差了 我们是红卢寺少庭府上的 若是你真的认识神医 可让他直接上府 好 祝你